首相署部长奴斯里阿查利娜 昨天在没有知会 其他国阵成员党的情况下 放行了伊斯兰党主席 纳杜斯里哈迪阿旺 在国会提成的 伊斯兰法庭私人议员法案动议 令朝野政党措手不及 虽然法案展延到 下一次国会会议才辩论和表决 但已经引起了渲染大波 马华总会长奴斯里廖中来 今天率领包括马华在内的 四个国阵成员党 呼吁全民站在同一阵线 反对一刑法 他也强调内阁和国阵最高理事会 从未讨论过有关课题 因此他们将联系 其他国阵成员党 全面否决这一项私人法案 马华总会长奴斯里廖中来 连同民政党 人联党和国大党 在部城交通部发表联合声明 对依法私人法案 从未在内阁讨论 就提成国会一读表达不满 四党重申将尽一切努力 阻止法案通关 国阵成员党会监索 这个世俗的体制 不能够让这个回教党 这个私人的法案各成 华工会跟我们的国阵成员党 那么我们会继续联系 还有很多的国阵成员党 今天因为还没有联系到 那么我们已经决定 那么全力以赴 确保能够阻止 那么能够成功阻止 这个法案在国会 那么能够得逞 其余三名和廖中来 站在同一阵线的国阵领袖 包括国大党主席 纳都斯里苏巴马念 民政党主席 纳都斯里马秀强 和沙拉越人联党 所理主席纳都斯里里查列 他们对哈迪提成 私人法案的动议 被挪前直接进入议程 感到惊讶 并表示有关私人法案 已经违反联邦宪法 另外针对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促请马华和民政退出国阵 以展示拒绝异刑法的政治决心 廖中来这么回应 而为了抗议哈迪提成私人法案 马华在吉达州的 唯一一名行政议员 拿督梁荣光医生 宣布退出马华 直到这项课题出现转机为止 不过梁荣光没有辞去行政议员职务 对于梁荣光退党事件 廖中来并没有多做回应 NTV7综合报道